联合报系愿景工程在去年推出了还乡幸福专题报道 今天起我们继续推出还乡幸福青春版 要带你来看看年轻人如何发挥创意 用实际的行动回乡打造幸福生活 新出现横站乡有一个台湾水色进步工作坊 他们的作品结合了台湾的设计概念以及农村的裁缝技巧 背后的推手是几位青年级后段班的小女生 和一群失业的社区妈妈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这群小女生和社区妈妈的美妙相遇 台湾水色进步工作坊 是新竹县横山乡九站头社区发展协会经营的潮流品牌 专卖手工包包 很多人以为这是来自外国的产品 事实上台湾水色的包包都是结合台湾设计概念 和裁缝技巧的产品 可以说再本土不过了 背后的推手却是几位青年级后段班的小女生 和一群失业的社区妈妈 两年前新竹县横山国中要淘汰一批高龄40岁的缝纫机 这种完全靠脚底斑踩踏手动滑轮驱动的古董 社区妈妈再熟悉不过却又舍不得资源回收 因为那时候我去横山国中 校长说这个车子要卖一部卖多少钱到 我说我那个店的有马达的才卖200块 我说你要卖啥 他说因为他要建横山国中也丢没地方放也很久没有 可能20多年都没有用 那我就说你卖我们 妈妈们很懂裁缝但缺乏设计概念 协会于是找来已经长大的小义工张世杰 这一位刚从学校设计系毕业 从小生活在横山乡的小女生 当起了设计师 也踏出台湾水色的第一步 张世杰设计好的手工包包图案 交给社区妈妈裁缝 完成的作品用色大胆又有设计感 有了市场区隔很快获得好评 目前我们台湾水色的布包是由客家妈妈 她们都拥有20年以上的缝纫技术 那我们目前就是运用她们的技术跟技巧来缝制我们的布包 那目前我们的布包都是走向比较偏日系风格的设计 如今社区妈妈不再担心失业 她们的家庭缝纫技术也终于找到新出路 而且是由家乡的年轻人从客厅推向世界舞台 两个世代的合作激荡出让人惊喜的火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